在屏斗小琉球有民众竟然在机车后方加挂拖车 而且载运的是大约有两公尺的组装沿路前行 场面非常惊险 画面曝光之后也被说台湾人的机车真的太无敌了 实际回到当地发现其实有好几台机车都装有特殊的装备 当地人说是因为有些民众买不起货车 所以才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载货 但警方也提醒了 这样的行为恐怕已经违规 民众骑着红色机车双脚滑行起步 后座一名反折座的乘客用双手拉了一个推车 上面在两个长方形纸箱 最后面还有人小跑步确保重心有稳 不过手推车上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宽度比机车本身多出三倍 拍到了吗 是一间房子 答案揭晓一整个组装屋宛如小仓库 连房子都能用机车载 画面曝光被笑说台湾人的机车是否太过无敌 而不止房子能载 大马路上方也望去 好几台机车都有这种特殊装备 屏东当地民众表示 很多人因为买不起货车会选择用机车载货 不过这样不止危险还可能挨罚 机器脚踏车负载人员或物品 唯一规定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罚款 其实机车载货都有规定 小型轻型部的超过20公斤 普通轻型部的超过50公斤 重型部超过80公斤 高度部超过驾驶人肩部 宽度部的超过把手万元10公分 提醒民众上路务病遵守以免违规 记得苏世伟林医生网上寻评论报道